來到 Part 11 了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其實自從我開始出那個 Part 9 之後 即是說今年雙魚年是電影年 之後其實我是不斷一鼓作氣 一氣呵成在講影片 所以你看到我出完 Part 9 然後 Part 10 都很快出 但是很討厭 這個 YouTube 不知為何無端端黃標我 我就在這裏叫他評論 然後在這裏談了很久 現在都是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中間這個進度不可以再拖 所以我搞了 十天才去出這個 Part 11 但其實我本身是在這裏做的 但是因為這個死人 YouTube 搞了這樣的事 然後阻礙了我的進度 所以呢 我在這裏懇請各位 記得看影片之餘 給點讚 還有多點留言 我覺得這樣會有多一點的正確訊息 讓YouTube不會黃標我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做這些東西又沒有政治敏感 又沒有什麼 憑什麼去黃標我 對不對 我又沒有宣揚暴力 宣揚什麼東西 還有廣傳 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 看看會不會多這些支持 讓YouTube不再搞鬼我 OK 好了 今天呢 我們 前半部分呢 是想做一個本年聲像的回顧 而當然呢 我就講過這個超級雙元年 一些殯葬的議題 特別是安樂死 特別是安樂死 尤其是水葬 我們會常常去談論 以及會大行其道 開始會 很多事情會不斷來聊 例如水葬會開始盛行 為什麼會特別提水葬呢 因為雙元 就是跟海洋 跟這些水資源有關 混合殯葬就是水葬 我們首先 當然是有一個今年都很出名的新聞 就話說有一名男子 就不忍他的末期肺癌妻很辛苦 然後呢 就經過妻子的同意之下 就去幫他安樂死 還有呢 這件事呢 就是去試妻這回事 其實不是今年發生的 是前年發生的 但是這宗案終於得到判決呢 就是在這個超級相遇年 然後呢 就引起了我們社會大眾 對安樂死 就是又是一番爭論 你明白嗎 就是今年才引起我們 對安樂死殯葬方法的這種 就是安樂死的討論 就是在超級相遇年裏面 所以你說 跟這個聲像多麼吻合呢 因為你想一下 這件事是前年發生的 然後拖了兩年 不是前年判 不是上年判 是今年才判 就是因為超級相遇年 那無毒有偶 在瑞士呢 有一個公司 就叫做Sarco 它就推出了 都在今年裏面 一個安樂死的膠囊瘡 那就可以 你在那個膠囊 回答一系列的問題 就可以自己去按按鈕 然後這個膠囊瘡 就會注入一些淡氣 大概十分鐘之內 就可以無痛苦的 讓一些人 安長地去離世 還有這間公司 都預計這個 會今年之內上市 還有這個膠囊 還可以做了棺材 又是今年超級相遇年裏面 發生的消息 然後再有一宗 又是中道飛起 我相信很多人都記憶猶新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粉絲跟我報料 話說 因為在去年2021年尾 南非聖工會榮優大主教 然後他生前要求死後不要火葬 而是用水葬 然後他在2021年尾 年尾 然後他那些殯葬的東西 拖到2022年年頭去搞 那就是2022年超級相遇年 還有一件事是很合適的 因為我在那時候的一年五輯 2022年尖聲預言 在part 2 of 5 即是專門說 超級相遇年 2022預言 即是椰菜腳封面那段影片 那我就不單是說過 今年超級相遇年 殯葬 水葬 還有我會說過 宗教人物和這些事情 會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還有特別是天主教 所以這個什麼榮優大主教 未就是天主教的大人物 然後這件事 因為他出名 是不是他大粒東西 所以這件事 會引來很多國方的報道 然後他去推行這件事 也會因此感染到很多他的追蹤者 還有根據資料 原來這個圖圖很厲害 他的國葬 國葬就在元旦日 就在2022的第一天 原來他以前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然後又一生自力去終結南非種族隔離 也很關注氣候變化 所以他這種宗教人物 他不單是推動環保 亦都是推動很多人權 通通這些 寂寞 慈悲 大愛 還有環保 這些就是完全相遇的 更加比我們一般用的火葬 環保 那個能源會大減九成 會減少去製造很多 greenhouse gases出來 這件事 就是跟相遇的主題 是非常之符合 還有他死了 還是要去不遺餘力地去 宣揚這種環保 大愛愛地球 愛人類的理念 我們可以看到 超過相遇年的這個能量 其實是幾感動到人 是不是 除此之外 我當時也有很重要的日期 話說在春天 2、3、4月 就說過 殯儀界會有很多新聞出來 然後我當時也有預計 我相信會因為死了很多人 然後殯儀生意會很旺盛 我相信大家也記得過這個 是否可以叫做黑色幽默呢 當然做生意旺是好的 但是他們做死人生意旺 代表很多人死 果然 不單止 例如潘少聰 在Facebook page 就是那一陣子 是3月的事情 就說真的很多人死亡 然後在香港的殯儀業商會也指出 再加上因為封關 疫情 深圳供應香港的棺木 曾經一度只是足夠應付2至3天 有些人死了都沒有棺材去撞 所以也有粉絲去撞出這些事情 果然沒有說錯 這個超商業年裡 特別是那時春天 我忘記了是因為還有一個很小的聲象 就會說完那個時限 就真的殯儀這些新聞會出來了 然後也是那一陣子 是4月 我那時還立即Facebook出了一個Post 因為話說有一天我媽媽在家 她很喜歡聽收音機 我聽完之後就立即會心微笑 因為那個廣告是以前不出 遲些不出 偏偏就是那時春天4月就出 就是一個國民處 不是不是 神經病 國民快做的一個食環處廣告 這個廣告是說些什麼呢 食環處 就是宣揚綠色殯葬 我不知道今天來到年尾 2022年尾 你們可不可以去找一些 4月食環處的廣告 或者可能Youtube 會不會看到一些 或者會不會聽到一些聲帶 就是4月那陣子電台的廣告 就是去宣揚綠色殯葬 尤其是如果你們去看 他們的網頁 政府那個叫做greenburial.gov.hk 它第一個出來的標題就是 海上殺灰 就是又是海葬 一些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跟我之前 predict的主題是吻合 超骨霜如煉 不單是殯葬 也尤其是水葬 海葬這樣的東西 會大行其道 跟著最後我想說的 就有一個非常之新鮮滾熱辣 那這個就是一個9月的新聞 就是我錄IG 看高登討論區看到的 就美國加州 就在9月的時候 這個圖是9月21號的 應該就是19、20號左右 就通過一個新型環保處理遺體的方法 允許人體堆肥 將遺體自然分解成土壤 是的 其實挺好的 因為一般人通常是火葬 你燒了一些灰 之後你就保持著它 但當然焚燒的過程就會產生很多 有害的氣體 還有當然最重要就是溫室氣體 但是這個加州的議會 就直接給人類的遺體去施肥 然後當然就會種一些食物給我們吃 再看看 又是一些和殯葬方法有關的新聞 而且不只是說是一個很大的改善 令到我們會關注一些殯葬新的方式 就是在2022超級商業年裡誕生 下一組本年的聲像回顧 是本年發生的一些海嘯 尤其是海底火山爆發而導致的海嘯 這些聲像語言 早了 早了 原來不單止在今年年初那個 2022占星語言 1年5輯的占星語言說了 原來最早在什麼時候說呢 原來是在去年2021某次的Live 那次的Live 就叫做2021十月魚川風暴 那次的Live 最遲不會超過2021年十月的 我想在2021年九月的 那次的影片 在去年 應該是September的影片 已經說了 今年2022年 會有一些天災 而最重要是導致很多人 會不斷在逃難逃離 因為呢 雙魚 我都說了 今年是超級雙魚年 雙魚就是跟一些 逃難逃離移民 是非常之有關的 然後呢 我亦都說過 會不會是天災 就是這些環境氣候變化 因為雙魚都是跟這些有關的 還有 特別是一些水的災難 海鮮或海底火山爆發 會不會就是這些天災 或者叫做海災 水災呢 而導致那些人要大舉撤離呢 那是果然的 好 那 有一個就很出名 就今年那個太平洋島國湯家附近呢 就有這個海底火山大規模的爆發 那個規模呢 最近去到六級 即是去到六級 原來根據那個規模 最近就叫做八級 那它已經是去到六級了 然後就出現很多海嘯 很多沿岸地區水災 不單止湯家 跟著Fiji OK 那 還有這些東西 直接是在衛星雲圖都看到 爆到含含聲 OK 然後 那些什麼太平洋 那些島國 澳洲 日本 美國 全部都是 日本 沖繩 都是有那些 Tsunami 那些 那些 即是警暴 然後 日美加 然後還有 甚至去到哪裏 去到 南美 甚至那裏 這個海嘯是一度影響 南美洲秘魯 甚至是導致有些人死 而最最最最重要 就是我強調 這次的 這個 都不是天災 是海災 水災 OK 的而且確 是導致很多人 他們要大舉撤離 好像說 整個半個國家 都說要搬走 去避難 OK 那就當然 符合了 我之前的那個語言 影片 還有這宗新聞 那時候是 有 哇 30幾40個粉絲 同我報料 我這裏 只選了某些 卡圖出來 其他那些 就不能進錄 好 還有啊 還有啊 最緊要 還有最緊要 為什麼這件事 會是 勾起到大家的注意 還有因為 我的時間點 都是說對了 對了 長城你都去看我以前的 預言的影片 好 那除了這個 就是 天海水災 導致人類的這些 大舉撤離 那再次 在上年2021 應該是September的那個Live 講 叫做2021 10月 漁川風暴 那時候已經預測了 今年 就會是一個 非常之 移民潮的年 那當然 在香港 就 有了 報道 那但是呢 咦 同時 同時發生什麼事 就說呢 因為 俄烏在開戰 俄國在侵略烏克蘭 所以 就有很多 俄國的平民百姓 也都是移民 逃離去一些東歐的地方 或者是世界各地 還有呢 不單止說是俄羅斯的平民去逃離 在最近 都是2022年的 就是今年 大概是夏秋的時候 記不記得 那時候 很害怕 還說 要去 不知道 要再去開拓那個兵員 要再去徵兵呢 那次就搞笑了 是連那些藍丁呢 都忽然之間 就是我國的那些藍丁 忽然之間都說要去 即是避開 去避這個復兵役 這個這樣的 押運 對不對 那 again 都是一些 關於逃離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 就是人民 因為人民受到一些 暴政的壓迫 諸如此類 那他們呢 就要去 就是 去避開 就好像魚一樣 你想一下 在海洋裡面 那些魚不是經常在游來游去 就是你 或者 如果你有養魚 你就知道了 你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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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你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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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最後來到火翼雙子的預言部分 那我們在上次part10的片尾 都說了 原來火翼都可以有些好東西 然後這次火翼雙子 說過會有些容易被人去做 一些 investigation 這樣的東西 會做得比較好 不單是一些對玄學新心靈 新生靈 新生靈 那些東西的 一些investigation 亦都可以去 investigate 一些別人的陰絲 為什麼呢 因為 原來這次火翼雙子 和摩蝶座的冥王星 形成了一個150度 和我們叫做梅花的上位 在很多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叫做梅花上位 就是一個不漂亮的上位 什麼叫上位呢 英文叫做aspect 中文或者 可以叫做角度 總之 現在火星和冥王星 就是相差了150度 OK 不過呢 原來都 那個好東西就是說 它會令我們 很有一個衝勁 和很厲害的去揭露一些東西 那我也都上期提過 特別是給天蠍和摩蝶 又叫山羊的朋友 那特別 這兩個星座的朋友 特別如果你們是上星星座 或者水星 或者太陽 或者月亮 在天蠍 或者摩蝶又叫山羊 這兩個座的話 而 又特別 如果我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在 這兩個星座的 比較後的度數 什麼叫比較後的度數呢 例如 22到29度 好了 那 你在這個時段 很容易 我都說過 會很容易揭露到一些 壞事 但是呢 原來呢 特別是以下這兩種壞事 第一 是跟性有關的 例如 捉人亡腳雞 踢爆對方 偷食 還有這種偷食 是要嚴重到 偷上床的那些 那你們很容易就會 有一些捉姦證據 如果你想去拍你的伴侶 去捉姦 我要跟他離婚 你要去分一筆錢 那你在這個時候做 就非常之好 講多一次 如果 你在 天蝶 或者摩蝶 又是特別在很後的度數 有上升 水升 日 日 和月 這些能量加持的話 第一 你去做這些 踢爆的捉姦 特別是跟 性有關的 這些 揭音師 包你成功 好 第二 還有什麼呢 是一些金融的陰謀 例如誰騙你的錢 誰經常在那裡 穿櫃桶底 如果你報警的話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集齊證據 去 將這個壞人 一網打仗 一網盛琴 OK 還有這個時候 你們都比較難遇到 一些金融騙子 因為你們很聰明 如果有那些電騙 網騙走來騙你們 都不會騙得到你們 因為這個時候 你們就有一個很強的 sense 知道對方是壞人 OK 以上這些 原來就是 今次火翼相思 可以帶來的一些 Good luck 所以呢 不要經常覺得 火翼相思就很壞 打架劫死 然後 會弄傷 原來都有好東西 那 那 給更加多的好東西 我們呢 就去期待下一個 Part 12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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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來